這邊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專案是 吉祥物的資料搜集 其實這是蠻輕鬆的專案 就是 就是 一兩年前 想說好多政府的吉祥物 沒有沒有 Last Week已經太久了 太早了 就那時候就好奇說 如果從資料搜集的角度 能不能有一份資料集CSV的 告訴我全台灣有多少個公部門的吉祥物 我想知道 當然現在是沒有這個資料 所以你去Open Data上面 Key吉祥物 有資料 但是也是很 只有兩個跟體育相關歷年的運動會 例如全大運 或者這種運動會的吉祥物有這個資料 但是例如說 台北市政府多少個公部門 做過吉祥物 這個就不曉得 新聞上當然會有 所以陸續續我們就開這個共筆 然後慢慢收集 那其實也蠻感謝 有一位 Slack ID是CAI的網友 對 那他其實毛起來收集了大概 將近快一千個吉祥物 這樣子 真的真的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這一千個 就比較有公共屬性 我們先撇除說 例如職棒球隊他當然也有 但是公共部門曾經歷年出過新聞稿 亮相過的 這樣七八百個是有的 所以我們今天整理的東西 我待會提到的都可以在我們的 HackMD的共筆上面 那到共筆呢 我就稍微介紹共筆的架構 第一個是我們的工作首頁 會列出一些我們目前正在做的 那T-Mark其實也有 嘗試過用Wiki的方式 因為也是在做資料收集資料整合 所以 Wiki我們也嘗試過見過 那我們現在是先用Airtable 比較在CSV這種格式下去做收集 那Wiki的部分也可以先看一下 咦 找不到往內 好 那沒關係 那看一下Airtable 就剛才提到我們把 我們看到的不管是新聞 或者是政府的一些資訊 整合在一個Airtable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裡面就開始有一些標籤 例如說一方面是說 這個角色是什麼單位 什麼單位的說是發起的 所以我們大概看幾個欄位類別 第一個角色名稱 第二個是說它有個系列企劃 就是可能衛福部某個系列企劃 它下面有十個角色都是這個project 所以像那個高雄輕軌 其實就比較有這種系列戰隊的這種思維 它就可以量產出一些很不一樣 但是一起來宣傳嘛 這就有一些策略 當然一些文字介紹 然後如果它有官方的網址就可以看 還有一個就是標籤 這個也是滿有趣的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標籤 我們先來丟一個問題好了 你覺得這個石虎的角色比較多 還是台灣黑熊的角色比較多 其實就我們現在蒐集的這些量來看 黑熊大概就是比較常見 所以這些就是 常見到有人取名字 還跟別人的一模一樣都叫黑熊 所以黑熊的吉祥物有三支 就不同單位這樣 那為什麼沒有那個圖啊 我們現在這只是CSV整理 歡迎大家來跳坑一些視覺化的這個界面 因為對我們來說 就是我們先蒐集基本資料 因為圖畢竟是那個單位的所有權這樣 我們先讓大家說 我們這個角色的基本資料在哪邊 然後可以連到它的部分 所以這邊都是台灣黑熊這個系統 那剛才這個可能包含石虎 或者是其他的動物 你都可以看到一些具體的案例啦 所以石虎這邊像幾個可能國家公園的系統 或者在台中、苗栗這一代都有一些機構 就是用這個角色 好 那總之 這就是一個這個將近七百、八百顆 這種東西 這樣子 很多 那所以就真的很感謝凱吧 或是CAI他幫忙收集 所以你看到這邊他都有體育署 就到底什麼單位 然後 在花蓮縣就有些是有勢力範圍的 就是某個縣市 其實我們就是透過看新聞 然後收集 好 對於這個專題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就到我們的Select Channel來加入 我們有一個Select Channel 可以來一起討論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有一個GV Selection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成果報告的分享 好 那我這邊提醒一下 旻 好